以下是教宗圣父在今次公开接见活动中教理讲授的内容 亲爱的兄弟姐妹,我们继续有关中途热沉的教理讲授 我们现在由那些导致忍修生活的圣人开始 看下各个时代圣人的例子 他们持守贫穷、贞劫和服从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见证 和说宣荣福音和教会发展不断祈祷结合起来 中世纪亚美尼亚忍修士和教会盛世纳雷科的圣额额略 我们今天注意到他的著作表现出亚美尼亚人身后的基督信仰传统 而他们是第一个接受福音的民族 在忍修院的隐物之中 额额略感到和整个教会 以及和教会向普世万民传扬耶稣基督喜训的使命 紧密感团结在一起 他认同罪恶的人性 所以他一生致力为罪人、贫穷的人 以及那些需要上主医治和宽恕的人代讀 纳雷科的圣额额额略这个例子提醒我们 我们的责任透过自己的代讀 配合教会的使命 为整个人类大家庭宣扬修和、救赎 和和平的福音信息 教终圣父现在以意大利语向我们致意 我向今日参加公开接见活动的英语朝圣者和旅客致意 特别是来自英国、丹麦、马尔他、肯亚、科威特、澳洲、印尼、越南、菲律宾和美国的团体 在基督復活的喜乐之中 我向你们和你们的家庭祈求天父的慈爱 圆主保佑你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